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教会中这么美好的产业 而且这么多美好的榜样 他们所走过的 但愿意成为我们的经历 更成为我们的享受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他们已经跑进当跑的路 守住当守的信仰 主啊 今天我们愿意跟随这荣耀的角中 继续走在艺人的路上 虽然我们不够 虽然我们不行 但是我们靠着你的保险 我们靠着你的恩典 更是靠着你丰厚的怜悯 让我们走得好 让我们能走到尽头 听我们的祷告 Amen 感谢主 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 我后来改变我的方针了 我就想不要赶进度 本来想说一堂课就讲一个人 但是后来想想 有的人那个丰富度和啊 当然丰富都丰富 但有的人是这个历史 在我们中间影响度更深远 太快过去啊 有一点爆点天物啊 有一点浪费了这些的丰富 那我也愿意讲讲啊 有时候经历很多 我的做钢药是我最大的享受 我内人啊 我姊妹就常常能见证 看到我做钢药的时候 最有荣光啊 看到我天天啊 在主的话上 这些钢药做的不简单 因为首先啊 要从所有书报中 萃取出所有的丰富 像何收音教师啊 他的丰富啊 在我们书报里就一百六十几条啊 光那些要听过一遍 又一两个小时都在我的这个电脑里弄出来 所以啊 我不只听一遍不够耶 还要听两三遍 不只听两三遍 听了以后还赶快记录 哪一个要用 哪一个不能用 那所以这个时间啊 用的长度 我是早在台湾就用很久了 那到这里呢 才要final 最后啊 看哪些摆出来 昨天呢 我何收音教师 实际上没有摆完全 你们也看得出来 诗歌就粗糙了 内涵更不能好好地深入了 那么昨天就做到今天要开始的李渊如子妹 哇 那个帖是我听过多次了 等到我整理的时候啊 哎呀 这是我啊 做钢药最痛苦的nightmare 噩梦啊 就是不小心这个电脑的东西啊 年纪一大 手一慌 眼一花 一个一个动作啪都不见了 信不信有你啊 昨天就在睡前没多久的时候 突然间全部消失 然后呢万念俱灰 我说主啊明天怎么办呢 那然后呢 我遇见过这种事 我有一次也是到半夜 明天就要用 结果呢到半夜都弄好了 最后一个动作 我当时不太懂 没有说先啊 save起来啊 我现在save三观耶 这连三观都把不住 所以我真的是难过至于啊 就看见人不可靠 昨天我真的是怎么办 哎呀重新 从啊电脑里的email 赶快再拉出来 重新再做 做做做 我也不知道做到几点 做到两点啊 还是几点 睡着了 睡着了 还好没有睡到九点啊 那就完了 我睡到五点多就醒了 来了 一起来赶快再做 而且精神特别好啊 再加上看到你们的脸啊 看到贺荣姊妹啦 这个他们这个 都是最扶持的脸啊 还有这个勇心弟兄在这 哇这个温展 温柔展示啊 他的笑容 真是甜美 兄姊妹 那无论怎样 我要说的是啊 很奇妙 竟然啊 我重新做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竟然六点五点多起来 弄弄弄 做到末了 比昨天又完整又丰富 亮啊 这完整 我自己也说 怎么 我就打电话 这个留言给我 姐妹说 你看 你弟兄还蛮有效率的 我本来一丢掉 就赶快跟他报告 再丢了 你要紧张一下 结果我没想到 那么有效率 但不是我们有效率 是前面弟兄姊妹留得丰富太多 那我们呢 总是觉得还是亏欠 还是要学习 那我所以呢 摆在这里的 就不像平常做纲要啊 是很简单 他还花功夫啊 萃取简单的话 在这里是讲历史 讲人物 所以呢 这个历史人物 用不同的人讲 有时候是 你弟兄自己讲 有时候是 当事人讲 有的时候是 你弟兄 后来做书的时候讲 有的是啊 我有像今天 等一下那一篇 开头李渊如姊妹的话 开头是 Encyclopedia 还是什么叫做什么 微嘀嘀 什么 微嘀嘀的解密的那个档案 那边有 那边有呢 我看 讲的也还蛮公平的 讲的还不错 我就把它放在前面 只是有一些啊 敏感的语言啊 我把它写得温和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 这都不是啊 所谓什么 而是神的主宰 叫我们啊 能够在各种环境中 没有埋怨 相信耶稣是主 除了那些地方以外 我几乎就照单全收 所以也有重复性 因为你一种讲一遍 味道不一样 李中又讲一遍 味道又不一样 他本人诉说又不一样 所以你就感觉啊 有点重复 大家也不要为难 其实这种历史的东西啊 越重复越有感动 因为重复不同角度 那个发表里面 就有另外一份的感动 读历史实在很享受 实际上我自己啊 最压力大的是开特会啦 更压力大 压力顶级大 叫做传福音 开特会 只是让啊 弟兄姊妹 这个饥饿的得饱美食就好了 一起享受 传福音啊 就不简单了 是啊 要行神机啊 把死人讲活啊 对不对 把发死的灵啊 把他顶活 这只有神能做 所以虽然很多人把我列为常传福音的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请我传福音是我最大的重担 真的 我传福音报传的没有千篇 一定有百篇以上 但是呢 我可以说到现在 我还没有学会 偶尔有啊 那个我也最多打分打85分90分 我从来没有觉得满意过 这是不是千篇客套的话 这实在是说 我们人永远有缺陷 永远在学习的过程里 所以我很喜欢 真的是以死为尽 以人为尽 我们才找六位 其实六位周边有好多人 我们有时间的话 可以慢慢的细谈 这些人 我们怎么揣摩他们 再来啊 哪一次有机会啊 平坡丢 再安排一下 我们那个是近代的关键人物 然后还可以说 近代的丰富展示 丰富人物 我们圣经里说啊 保罗说 与众圣徒啊 一同领略 他的扩长高深 所以众圣徒 慢慢 若是你让我 我也算是全球跑得多一点 让我来增赏 所有同工长老们 有的可以点名 有的不一定点名 有的呢 反正啊 一个一个增赏 你会发觉 这里面都可以看到主 我常常喜欢 有一个比喻 有时候啊 一个比喻啊 胜过千言外语 一幅图画 胜过千言外语 不是有一位做母亲的 很得儿女的敬爱 那么后来母亲过世了 这个父亲啊 大概是为了怀念这个妈妈 也跟孩子们 很多孩子 也许十二个 跟你们东马很像 也许十几个 那么这个孩子们聚在的时候 我们怎么纪念呢 那个从前又没有照相 所以也没有照片 但大家都记得 妈妈那慈祥的眼睛 妈妈那 怎么怎么样 美丽的脸庞等等 这时候啊 这十二个孩子对看 就说 你的眼睛最像妈妈 你的嘴巴最像妈妈 你的耳朵最像妈妈 凑在一起啊 人人都找出 每一个人的特点 所以就请一个画家来啊 告诉他 他的眼睛 他的嘴巴 他的鼻子 他的什么 他的脸庞 请你把他综合出一个照片来 照相 哇 结果呢 他就画了 结果画出来之后啊 惊为真机啊 惊为照片啊 他们看 哎呀 真的 妈妈 那个样子栩栩如生啊 这什么意思啊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传承 都有他的遗传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啊 不要想包山包海 不要在教会生活中 以为我是独门功夫 不要 我们在教会中 越来越看见身体 我们就要消失在身体里 我们要在身体里 找到定位 而安心 而怎么样 安身立命 我觉得找到身体的人 最安息 不会增进 不会比赛 不会批评 不会论断 不会啊 想把你搞下去 把他搞上来 都是肉体的行为 主学遮盖 李弟兄啊 非常爱我 李弟兄几乎没有责备够我 只有在啊 有一个跟随的事上 因为那位弟兄给我们的影响 像福福良弟兄就最了解这个事吧 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三十年之久 所以李弟兄怕我们啊 跟错人而受赢了 除了这个事啊 他耳提面命提醒我以外 没有责备的话 很多称赞的话 我在聚会中偶尔会讲 那但是呢 感谢主啊 我们在这里走这条路的时候 我们从来我们就不愿意啊 怎么样 要平衡啊 要全面平衡 我们绝对不要有任何的真经 我因着那件事 我受了很多的苦 有些地方就不欢迎我 有些地方就啊 明讲了 你身上有状况 那这时候你怎么样呢 火大 生气 这些都是肉体 我很感谢主啊 主给我这个恩典 我总觉得说 我甚至于对我姊妹讲说 哎呀那位弟兄会这样子 对我那么凶悍 几年之久不跟我握手 你受不受得了 以前是跟我巴黎巴黎 见不见 见面就give me five 见不见就很轻的 而且一讲话 我们就是闽南人 讲闽南话很顺畅 后来竟然我跟他握手 他不握 哎呦还不是一次 而且夫妻同心 连我姊妹也被杯葛 哎呦 我跟你讲 因为在主里我们最重要的是 爱神彼此相爱 在彼此相爱 是让你不通啊 你很痛苦 但是后来我知道原因了 我就跟我姊妹讲 不要难过了 他这样对待我 也是爱主的恢复了 因为他怕 万一我身上有细菌 我感染了别人怎么办 干脆先把我隔一下 那后来我很感谢主 我说这话 我一点没有bitter 我在那时候 我心里已经知道 我知道他的 他对主的爱和忠信 每个人做法不一样 那是他像爸爸的某一个部分 你懂意思吗 我们的主也有公义的一面了 对不对 但是他的话很平衡 他说他的怒气 是转眼之间 他的慈爱是一身之久 他的公义如同高山 他的信实 他的公义如同高山 但是他说 他的什么 慈爱上级诸天 公义像高山 够高了 这慈爱诸天 那是更不能比 追测不尽的爱 无论怎么来读 就看见我们的主 真的是我们的神 真的是超越 我们人能想象的爱 否则 我们怎么还可能在这里 我常常讲说 如果我是神 我早就讨厌自己了 如果我是主 我早就耐不住自己了 看看镜子有时候 哎呀就觉得主啊 你还能活着啊 真的我不是客气 在主的光中 我们都会像保罗一样看见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在光中就不会说 谁是罪魁后手 只会说我是 因为保罗他又怎么了 他说罪人中我是罪魁 所以在光中的人 都觉得自己不好 只有不在光中的时候 老挑剔别人 所以啊 主学生看 我做这个见证 我要说讲历史人物 是很有意义的 我就巴不得有机会啊 我也是七十岁的人了 我在主恢复里五十四人了 我也经过好多人 我可以不提名的 有的当然正面可以提名 不正面的我不提名 但我都知道我在讲的是真的 我要告诉你说 为什么这个人衰尾 为什么那个人呢 后来没有走到底 但是我要告诉他 但是我要告诉他 说有那些 那个人为什么走 而且他的特点在哪里 他的优点在哪里 那这样我们数点过一百位以后 你就发觉 哇 与众圣徒一同领略 他的扩长高深 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 都有特点 这诗歌里也这么唱嘛 对不对 都有一份特点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批判弟兄姊妹 神最不喜欢我们了 记得吧 这个谁啊 这个爱钱的 那个先知叫什么 巴兰 对 巴兰为力 混乱神的道 对不对 他本来 这个巴兰乐要他去咒诅 但是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了 到时候看了 到时候神说你去 那去了以后呢 一开口都是神的话 在我眼中 以色列家没有罪孽 雅各家没有什么 哇 称赞道啊 不得了 称赞道 连我们知道他们体系的人 良心都不平安 怎么称赞成这个样子 不要忘了 不是巴兰称赞 是主在那里称赞 哎呀 你就看见那个爱啊 他的爱 他的赦免叫做忘记 我们赦免都是 你把我记得 下一回在那个我就不放过 主说七十个七次 我要说的重点是 这样一位 让我很伤心的 那位太亲的人 有一天过了几年之后 事过境迁 台风过后 风波过后 他观察我 不止我盟主保守还在 而且我还 因着我的帮助 有好多人转回 有的教会 整个教会转回 我就不能讲这个例子 结果后来 有一天他突然间 就走过来 握着我的手 哎呗 说你呀 拍谁 哎呗 用台语 米兰话 跟我讲 对不起啊 如果这些日子 有什么话 对你不客气 得罪你 请你原谅 我可以告诉你 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我真的是含着眼泪 我满了感谢 我说 弟兄 没有问题 因为里面我早 没有问题了 那所以啊 你也知道 我们和人过不去 是很难过的事 所以我读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 每一位都不完全 等到下午 晚上 等一下就会进入 讲到李渊如姊妹的时候 哇 何等的才子 她被称作女状元 那么她身上 有没有 过程 有 她被主重用 我们所有信息 都是她认识过的 但是她曾经啊 跟李弟兄啊 有了间隔了 但是后来 她又起来啊 恢复 跟李弟兄握手 然后她起来讲一段话 我都列在钢调里了 也是因为那稿丢了以后 才把她找回来 找到的 钢调 那段我看了 我读的时候 这是掉眼泪的 这是她最后的谈话 不久就到监牢去了 就忠心到底 所以弟兄姊妹 我想啊 我们在这里讲这些历史啊 并不是老父方娘的话 或者不是无穷的家谱 不 这是关键人物 我们从他们的各种态度 我们去学会 而且我们就会懂 弟兄姊妹 我们要包容 有的弟兄姊妹 你也不要替他算命 也不要替自己算命 我们都在主的手里 主保守我们 我们才能够蒙保守 你听说 站在这里的弟兄 很伤心的告诉你 明年的今天 他能不能跟随基督 他不知道 他一松手 我就跌碎了 他是到这么老练的时候 他还要讲这样 战兢恐惧的话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各地访问 有的地方 各种的肉体都看得到 李丁带头的人 那真的是狼头斧头 那叫你为难 叫你怎样 怎么办呢 感谢主 我们学会 学会让主做王 所以李丁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光牛 你有点像蝸牛 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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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蝸牛不是慢 他不是说我慢 他说你太敏感了 太敏感了 人一反对 你就退了 你就说了 不要 他说 不要得罪真理 不要得罪生命 不要得罪灵 不要怕得罪人 我们就太敏感了 他说勇往直前 那个地方 当时是很野的 是在制造分裂的过程 他说你要看 你看刘晨熙就跟你不一样 他特别点名刘晨熙 跟你不一样 他像穿三甲一样 有难处 穿 他说人在底下反对 他就在台上不下来 意思就是说 我就容易 没有高游就不讲话了 不下来 他说不能讲背圣经 李丁 这话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当然各有各的特点 无论怎样 另一个地方的风波 到有一天 我在美里 就在美里的时候 李丁的电话打来 都是二十年前的故事 李丁电话打来 余杰林带他打来 他说 李丁跟我讲 李丁你底下行程是什么 我说底下行程 我永和有特会 他说你可不可以不去 李丁你怎么说我都可以变 没有问题 他说好了 那现在那里有一个局面 最后你要去一下 好多在中间摇摆的人 很想听听你怎么感觉 那你去之前先到我这里来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所以我这样也有这样的特点 那样也有那样的特点 后来足血遮盖 后来我去了 那去了那次 那就要起来讲 Final的讲你的真正态度的话 重话 但是感谢主 那个中间摇摆的人都在场 后来我是含着那一讲 但是很感谢主 几乎所有在场听到的人都站住 而且我到那个地方去 有一次去十天 那是反对的那一方 对我有心多请我去的 我就问你可不可以去 你当然要去 住十天都住十天搬九次家 每天到不同的家住 主血遮盖 我的记忆里 所有搬过住过的家都留住了 所以无论怎样 这些都是在过程中 我想历史过程 好多好多的学习 我们不一定要得着大家的称赞 美名 我们要学习讨主的喜悦 我们到底现在彼此说好 都不算数 有一天主能说好才算数 我们是每天举目希望 到了尼泥塔尼泰 不得了了 他极其大声 两千年丰富 跟这些帮助者的丰富 都在他身上 他的诗歌 他的什么都是震撼人的 你叫我讲十篇二十篇 都讲不完的 这一次总共也只能讲十二篇 所以我就决定 不要快讲 我们慢慢来 你丢多少诗歌 从年轻二十几岁就写出来了 我今每日举目希望 审判台前亮光 今日我所有的生活工作 我盼望那日都能耐火 而年弟兄就影响了李弟兄 所以李弟兄在这么服饰 丰富的服饰里 他的家里就有一个很粗躁的 不是名画 是粗躁的话 他这个话 他说我最喜欢这个话 这个话你们听说过 是什么话呢 就是草木河街被火烧 他就在那里说 你所做的 所建造的是草木河街 就要一把火烧掉 金银宝石才能留住 他就放在他的书房里 常常提醒自己 我所做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但愿我们在这里 虽然我们壮年般 我们可能并没有 怎么讲 没有机会再让主 像年轻一代那样把我们用 但是我们一点也不 觉得难过 我们相信耶稣是主 虽然我们见主 得主的人 享受主的人都会相见恨晚 但你我壮年般 尤其在台湾的壮年般 也是叫人感动 今天那么整齐在这里 我最珍惜壮年般的就是 我们大家都经过人生 有的是刺诈风云的 有的是经过平淡人生的 我有的是经过这样经过那样 有的是到晚年才回头的都好 无论怎样你我都是走到人生一个过程之后 但是后来啊 一直到末了要结束那个生涯的时候都说 光丽说我接着就是要去壮年般 有一位我的主治大夫 就有一位主治大夫 他开始跟我讲 我现在准备啊 准备要停了 我说你听了我怎么办啊 我没医生啊 他说我还在哪里 但是我看他们的心啊 就是要服侍主 就是要服侍主 所以我最大佩服就是 所有壮年般的兄姊妹坐在这里 就一个最大意义 我人生最后一个战是按给主耶稣的 不管我经过幸福人生 或者是高峰人生 或者是大财主人生 什么人生到末了 我的人生是爱主人生 这才是真正的服侍人生 所以啊 我真的是很真心的 爱所有壮年般的兄姊妹 而且我们吳有诚 有一个奇妙的发表 是他们发表他用了 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中古车 中古车 或者有的时候有形容自己 我们是破铜烂铁 但经过主神奇的手之后啊 做了很多荣耀的工作 后来我们到以色列开展 到欧洲开展 好多壮年般出来的 比青少年般的还要骁勇善战 感谢主啊 所以我在这里真是鼓励 所有的弟兄姊妹 鼓励更多的壮年 都能够有份壮年般 我也相信 只要弟兄们愿意 我们愿意多来上一点课 我要跟弟兄姊妹得出鼓励 好 那昨天何寿恩教室原谅我说 于迟渡跟何寿恩啊 我们跟他们感情比较不深 对不对啊 因为太远了 太远了 而且他们两位连李弟兄都不熟 所以李弟兄不熟了 李弟兄话就讲得少 所有这两位都是李弟兄在讲 李弟兄偶尔提提起 但是感谢主我们深入这些档案之后 你就不得不震撼 所以余杰林弟兄曾经亲自到马尾去 到这个什么白鸭坛去 而且拍了很多影片 后来做成了 作为主恢复中的一些档案 我是非常精彩 所以我们乐唱 刚刚有一首诗歌 还来不及唱 282本来在场上是他的经典之诗 你就看见我们的姊妹 是何等为主恢复 他没有重要的事工 66个成全只剩下4个 现在多少票我们不敢说 对不对呢 但是他所种的种子 却是非常的健康 是一个好的种子 健康的种子 那现在我们呢 早上要花点时间 再把他的第二大点 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大点说什么呢 何寿恩教室的造就与成全 换句话说 他在尼弟兄身上 将来讲尼弟兄的时候 是昨天那个刚跳 将来讲尼弟兄的时候 还会再讲 再讲重复一下 我们才有印象 还有呢 他留下了属灵家园 这个呢 还要等待我下一回 有机会讲的时候 再来补充 这个属灵家园 我知道很多啊 他讲过很多话 我还没有完全收集其 第三个 他的诗歌著作 这次只把诗歌曲目告诉你 还没有把英文也列出来 我都有记录 来不及 然后呢 更没有机会讲了 每一首诗歌的内容 到底价值在哪里 等一下到下午 晚上那一天 李渊如姊妹 他文笔好 那他呢 诗歌只有一首 那这一首啊 也值得我们喜欢 到了晚上 我们再好好演唱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何寿恩教室 他第一重点说 造就与成全 每一点都很享受 前三点就是很重点了 第一点说 在注重生命 注意生命过于工作的事上 何寿恩教室 对尼弟兄啊 是很重要的榜样 这个阿们吧 因为到尼弟兄的家园路里面啊 那一句话是绝对要背的 一个就是圣经是我们独一位的标准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神注重我们所做的 所试的过于我们所做的 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出 算的数的事奉乃是基督的活出 对不对呢 将自己献给神 不是要为神做工 乃是要让神做工 凡不能让神做工的 就不能为神做工 这些话到了尼弟兄身上 变成经典了 但那个种子是我们何寿恩教室 所以啊 我每看到这些都是很感动 何寿恩教室对尼弟兄 有很重要的榜样 我看见有的弟兄姊妹 他们就是有榜样 我刚刚说了 我刚到一个国家过来 那个国家那一位弟兄 我说了 他虽然呢 在财富上主供应他 主成全他 但是呢 他因为从他的父母 得着了信心的种子 父母在主的灰布里 就是祷告 他父亲很早过世 母亲这三四十年 一个榜样 就天天祷告 没有别的 是为儿女祷告 特别为这个儿子祷告 结果感谢主啊 就看见这个祷告 寡妇 称是孤儿寡妇的神啊 他的祷告 主垂听了 就是另类的 另外一个角度的来用他 这些都是叫我们啊 珍赏的 所以他知道 你都知道 神看重我们所示的 过于我们所做的 他的工作都是照着这个原则 弟兄姊妹 所以不要因着人的口才而羡慕 不要因着人事工作的成功 就以为怎样了 不 骄傲在败坏于先 黄心在跌倒之前 我们可以做得很辉煌 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我们呢 真的是学会这样 主在我们身上才有路 就是主恢复的特质 他看见和教士如何 一直强调生命的事 几乎完全不在意他的工作 我们跟他接触的人就知道 蛮有主的同在 蛮有生命的丰富 所以连你弟兄都着急了 你怎么一直躲在家里啊 你应该出去啊 你应该让人 巴不得帮他推广一下 但是他却在那里说 能够要为神做工的条件 就是能够不为神做工 你这个是太浪费青春了 是懒惰吗 不是 他是愿意坐在主面前 当然我说过 不要效法他的外面的行为 要效法他里面的素质 所以应该每个点 都值得我们好好交通的 第二小点 说什么 你弟兄有时候和和教士一同 这一点也很重要 一同去听基督教里的名人讲道 这个和尊教士是很宽广的 而且大概也是为了成全 这位像儿子一样的弟兄 年轻弟兄 带他去参加各种的名人特贵信息 他总是欣赏讲者 的口才 有的知识丰富 热心 才干 天然的说服力 和尊教士就会向他指出 你所羡慕的 不是出于生命 也不是出于灵 你所羡慕的 也许把人 他说他所羡慕的 也许是把人挑动起来 话就要说 他的讲道是挑动人的魂 激动人的魂 推动人做某些工作 但绝对不是将生命供应给人 所以末了 我们尊教士这样的光 就影响了李弟兄 对不对 讲到生命 尼丢讲到 一切都是生命的故事 正常基督徒的生活 乃是活基督这个生命 尼丢就有很多话 很深邃的说 神造人的时候 没有意识让人活人的生命 过人的生活 神要人活神的生命 过神的生活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人 这个实际的问题 哇 这个在主恢复中 现在是我们主轴啊 而 好多基督徒根本不在乎这个 而李弟兄 更是执着这个点 说到我们过的是神人生活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因我活着 就是基督啊 阿们吧 所以李弟兄最震撼的 有名的 在基督徒世界中有名的 就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 他开头就点出要点 他说什么 正常基督徒的生活 到底什么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 他说像圣经中的 这个什么 登山宝序 这个那样的生活 谁能活得出来呢 有谁做得到呢 打你昨年 右脸也给他打 什么 哇 他说这谁做得到呢 除了基督以外 有谁能做到呢 这话阿们吧 话故意传 所以除了基督 就是答案 我们今天必须经历 正常基督徒的正常 就是活基督就正常了 但是你都没这个发表 但是意思就是这样 那除了基督以外 那除了基督 那就是答案 换句话说 我们就是要天天 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活出来 哇 所以你弟兄 那忠信的跟随 我就现在预知预告他们 你就说 生命乃是主恢复的主持线 Holy line 而且呢 神的经轮 经轮 真是照天又为地 照地又为人 照人为了什么 你不要弄得 哇 会众很多 人数很多 不 为了将神的生命 供应分次分配 灌输到人里面 照人有份于他的生命 与他生命性连结 性情调和 人为何定 与神完全合并了 这是传承 而跟种子 何寿恩身上 何寿恩教师 所以我们要对他有一份的感情 那么再来 我就想起 有一位 我实在不要提名了 因为他们都是还健在的 我才见他 他呢 也是那个国度里面的佼佼者 生意界佼佼者 是排行全十大 那他后来啊 他是信的主了 而且是我们了 我们一位同工 在泰国的赵弟兄 帮他撕进 那他信的主以后 他在那里非常仰慕 那里一位名传道 但是呢 也到美国认识了李弟兄 跟李弟兄有很亲密的交通 得了很大的供应 有一天他亲自对我讲 主学者盖 他和他的夫人 也是很喜欢听我讲 所以呢 有一时他就跟我讲 他说啊 我一生最佩服的是两个人 一个就是某某传道 一个就是李弟兄 所以他跟李弟兄晚期来认识 我底下的comment 让我听了 非常得启发 他到底是一个 他是个博士来的哦 他这个财富不是混出来的 他是真正派经营的 无论怎样 他就说啊 但是我听那一位传道人讲道的时候 我每一次听啊 我很欣赏他的口才 欣赏他的发表 我也很欣赏 我也听很多 我也亲自参加过他的聚会 欣赏他 哲学 音乐 科学 各种资讯 他讲口才好到不得了 但是呢 他说我听完之后啊 就感觉头很脏 就是很累的意思啦 吞到啊 伤好筋啊 还好没有脑抽筋啊 头很脏 但是他说啊 我每次听李兄讲道 我这个印象很深刻 我每次听李兄讲道 哎呀 好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很快就过去了 好像怎么那么轻松过去 但是有个东西留在里面 什么东西 生命的分刺 到末年他讲完 讲完就 主啊我更爱你的 吃喝享受足 我们有位红弟兄台北的长老啊 他那时候李兄讲 吃喝享受足 他说到美国各地 跟着李兄去听 到哪里都讲一样的 就吃喝享受足 阿们哈利路亚 他说奇怪 跟了一个月啊 都不会累 李兄也是话题一样 但是每次讲 就觉得很享受 这怎么回事 主血遮盖 这就给我们看前面的东西 他是所试来做工 不是凭口才做工 我们有时候是巴不得 用各种看家本领 吸引群众 但是呢 这是错误 主血遮盖 那位刚刚说的那位传道人 因为有一次 我们在那里 主恢复选了几些 一些同工 是李丁亲自选 去跟他谈话 因为他常常对我们不客气 他特别对 尼弟兄都批评 因为他不相信三元论 灵魂体三部分 他就对尼弟兄批评 那对李丁更是凶悍 他说我不成 我还不能称李丁是弟兄 到这个地步 胆子真大 大我没有太多 但是很有名望 主血遮盖 我们就要看见说 你到底要做什么工 我不能多说 我要说还可以说很多 后来我记得那一次 我们有好多名字被列出来 李丁本来也把我放在里面 要一起跟他见面 所以我还没有亲自跟他坐下来 听过他讲道 没有坐下来 那一次呢 李丁说 你们不要去太多人 这样太多人 好像去一堆人 你打群架 几个人 围一个人怪怪的 这是我的发表 他说那就取消几个吧 看我是比较最年轻的 他就说 那光丢你也不要去了 谁也不要去了 这样子 所以我没那个机会 参与那个战役 听说念师 非常的热烈 无论怎样 我要告诉你 这些东西 足血遮盖 但愿我在这说的 足血遮盖 我们不是要批评谁 我们没有资格论断人 他们无论怎样 借着他们福音也被传了 但是他们 他特别在很多特会 你电脑上 YouTube上都看得到 他专门就挑你用党 挑你用党 那 足血遮盖 我想 我讲这些 就讲历史 总是难免要讲这些东西给你们听 我们不要羡慕口才 到末僚所做的 当然就有很多人了 就看到连迷迷迷迷都敢批 那他的生命度量 我亲自看他在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 大概啊 他就说你们不要动 他讲道不喜欢人走来走去 你们不要动 结果呢 大概有一个姊妹还是谁 我当场我在 他就上厕所吧 来不及 根本 有时候这个是 answer the natural call 对不对 天大自然的反应 他一走 他就讲了 他就当场骂 你就是臭蜘蛮人 他还在闽南话会讲 你是耳聋啊 叫你不要走 我听了 我说 主啊 在聚会中 你懂吗 这个生命 你感觉啊 不一样 所以 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能领会 请那个何寿恩教师 在帮你有什么 你就不要羡慕这样的口才 不要羡慕出名 记得吧 当时有一位 跟尼丁本来同工的 后来啊 把尼丁隔离的 到了尼丁故事 我们就知道 尼丁会写啊 我今美日息入希望 就是因为被他们的几位 把他隔离了 把他开除了 而那几位 其中有一位啊 就是因为他出名嘛 到外面常常步道 所以何寿恩教师 有一次就对他说 你再这样跑 我就不为你祷告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主角真盖 我也是算常跑 那时候我也啊 被前面弟兄提醒 注意不要名声 那我们在主恢复里 就是这个点 祝主保守我们 我们愿意啊 讨主的喜悦 好第三小点 所以你看这个 你好好看看 都很有意思 有一天 这是啊 同一件事 尼弟兄告诉你弟兄 有一天尼弟兄对我说 长寿弟兄啊 约二十几岁出头的时候 许多时候 有些有显著头衔的名传道 来到我们那一个城镇 何寿恩教师会带我去听 有时候呢 我也会请他和我一同去听 那些举世文明的传道人讲道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的心里的确 珍赏那些传道人 我觉得他非常有口才 很聪明 而且知识丰富 我的确钦佩他 但是呢 请听 底下说 然后第二天 我和何寿恩教师 坐在他的客厅里 他问我 你看 事后机会教育 对不对呢 他问我 他说啊 他问我 认为前天晚上 那个传道人如何啊 我说 他很了不起啊 他接着说 了不起在哪里啊 这个妈妈在教育孩子啊 他说 我说 他的知识渊博 他的能力了得 他的口才变给 等等方面 实在很了不起啊 然后他就问 那是什么 那是基督自己吗 这就还一问 主啊 那是基督自己吗 所以有一次 李天空就对有一位同工 他说 因为那个同工讲道的时候 很喜欢用啊 爽动的字眼 用啊 挑动的一个姿态 李天空说 也提醒我 提醒我们 这些啊 就是会 只挑动 李天空这边的魂 而不是真正供应里面的生命 哎呀 这些啊 都是一个 里面的念经 那是什么 那是基督自己吗 那是出自 内里的交通吗 你能感受到 讲员 真的是在于 基督的交通里吗 你一听告诉我 他那样被问了以后 除了一个 不字以外 简直 没有什么 可以说的了 那是基督自己吗 不 那是来自内里的生命交通吗 不 那讲员 不 是讲员正与基督交通里的吗 不 那一次 我跟他当众 就羞辱那位走动的人 当众就那里 发脾气 我就心里想 你却能对照自己 怪不得 他敢信口开河地 批评 民地兄 说 那灵魂提三部分 哪有三部分 那还有他批评了 所谓对灵恩 他一概都打 但是呢 我们不敢 我们要说 灵恩要看你怎么靠着灵恩 我们也有灵恩的诗歌 也有灵恩的诗歌 生灵地大风 天来吹动 有没有 吹倒吹倒 那是灵恩的诗歌 还有 什么 进入制圣所 卖内阔生活 那也是灵恩的诗歌 很好 完全看你怎么个灵恩法 所以我们 我们最近有位弟兄 我跟他有很亲密的交通 他是在网路上 二十几年前就很有名 专门跟人对抗 他就特别跟我讲 这位刚刚我说的传道人 是他直接攻的对象 他说他现在 已经越来越声音示威了 特别他打我们的呼求主名 你懂吗 打我们呼求主打得很凶啊 那结果呢 他就去找 找他们所推崇的所谓改革宗 那位啊 这就是真理的问题 为真理 为真理而征战 这个戈尔文 他是戈尔文派的 戈尔文 他有没有注意生命 还有他去查 因为他英文又好 中文又好 他一查 发觉怎么样你知道吗 卡尔文啊 很会呼求主名 而且他信息里 他说那个刚要 全部要给我 我叫他叫我那里要讲一次 那信息里啊 几十次 有没有上百次我忘了 就推荐呼求主名 他说那篇信息如果公布了以后啊 那他这些徒子徒孙啊 就对我们的呼求主名啊 就不会那么轻易做论断 阿们吧 今天早上我想说 我就跟大家 稍微谈一点深入一点的点 让大家知道说 这里面他所说的 对尼弟兄有何等的影响 尼弟兄的口才 尼弟兄的各种能力 一定可以做得很兴旺 但后来尼弟兄能够蒙保守 原因就是有这么一位 种子种在那里 这种子是健康的种子 给他一再有正确的观念 你要知道 说人 不说人容易啊 不说人很叫人觉得棒啊 批评人不容易啊 对不对 但是他能够以一个老师的身份 在那里批判我们所看的 这些我们要学会 学会领会这件事 好 第四 借着这样 这不叫批评啊 这叫属灵的诊断 借着这样属灵的诊断 尼弟兄受了教育 分辨并分别 什么是生命与工作的不同 他开始领悟到 大多数传道人 和基督教中的教师 所讲的道 都不是生命的种子 乃是康比 他也观察到 大多数基督教的工作 表面上是为基督做的 但是呢 其中很少将生命供应给人 主学正概 这些年 我们到这个年龄 用我们的前面弟兄 张武成弟兄 他们都不当家了 都到主那里 安息了 让我们很多时候 变成我们要代表 和各基督教里的领袖接触 我的接触又更多 有时候也被指派 做代表跟他们互动 我可以告诉你 我越跟他们接触 我越受感动 因为尤其在台湾 台湾的大部分基督教领袖 对我们都是有特别的敬重 等到我们被误解 有人传来说 我们是异端 你知道吗 我很感动的 就那些基督徒的领袖 主动来跟我们讲 我们到信基大楼 来跟你们聚一聚好不好 我们跟你们聚 各个地的领袖来 跟我们聚 聚的时候 包括灵梁堂的周神诸牧师 也包括你们应该认识的 寇世元的儿子 寇少恩 我们都变成好朋友 寇少恩弟兄跟我讲 他说 我是在台北医会的时候 跑来跑去长大的 他们都是吃 主恢复的食物长大的 那一天 他跟我主持祷告 我们手握了手 一圈都是 他们说 他们讲话 记者都在旁边听的 他就来告诉我们 他们不是异端 我们不是异端 他们其中有话说 我从高中就开始读书房的书 开始读弥童的书 那么有一个就说 如果他们是异端 那我们就不知道什么端了 还有一位讲的最好 他原来也在我们中间 现在虽然不在我们中间了 他对我们是很肯定的 他骨子是我们的 所以他是说 我现在 人家都成我某牧师 但是呢 我们在教会中 不成牧师的 他说 哎呀 照会啊 不是异端 也不是极端 他说 照会啊 他们就称我们叫照会 是前端 前端走在前面 主持人在来 弟兄姊妹 我很少讲这些 因为尼弟兄弟弟兄 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呢 别人说我们好可以 好要别人夸 仰要自己抓 别人说我们好可以 我们自己说好就危险 那是老底家 我们不要成为老底家 但是我们要很珍惜 他们在那里 还有一位 那位牧师 我今天好像脱稿演出 请你们原谅 但是这是负担的话 我不是刚刚讲到一个地方服侍吗 那个地方服侍之后 后来我自己从前面里 你里里里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医的立场 不是在我们自己小范围里的医 我们的医乃是个包容的医 我们的医乃是神所接纳的 我们也接纳 我们说的美里照会 不是指美里 在主恢复中的人叫美里照会 错了 我们是在美里这个城市里 所有得救的人 都是美里照会的一份职 这个很清楚 这名称名称都是很清楚的交代 我们是一再的得主鼓励 所以我们的态度 永远是包容所有弟兄姊妹 我们对他们的爱 保罗说要有相同的爱 Equal love 这个相同爱 不是只有在主恢复里的相同爱 乃是爱所有得救的人 里兄有一句讲 我印象深刻 他说你说在外面遇到一个基督徒 问他 你是信主没有 信了 感谢主信主 然后再问 你在哪里聚会 我在账老会 感谢主 我在什么会 感谢主 小心 这是中派的影 因为 你在二十三会所 一听就是行家 是主恢复的 感谢主 来个huck 他说 这叫做分裂的灵 我听了 这叫做 他不是用分裂 他这就是一个 中派的灵 还是分别的灵 我听了 我真的是懂了 所以我们 所以我对所有弟兄姊妹 尤其我在台上 那时候我在那个地方服事 刚刚有讲的 那个地方服事 服事的时候 有会后 那一位 我刚刚不是说 搬了十次家吗 搬了九次家吗 第一个搬家 就搬到他家 因为他是最被 反对者 信托的人 他又有财力 而且信托 他第一个请我 他听我讲的时候 很能供应 他就说 你可不可以到我家 那也经过 当时那是 带头弟兄的许可 因为对我也信托 我就去他家住 他就跟我讲 光好弟兄啊 你啊 敢不敢跟牧师做朋友 我说 弟兄啊 姊妹啊 人家都爱主 爱到做牧师的 不能做朋友吗 爱主爱到做牧师 这是很有信念 他说真的 我听你讲信息 我也觉得你是真的 所以我才会问你 他说 我们家 只有我是在台湾的时候 高雄造会得救的 其他 我的哥哥在什么会 我爸爸在桂格会 我一个弟弟很优秀 台大毕业 而他现在是某某团体的 这个带头的 这个什么拿督 不是拿督 拿督是这里的 他叫什么 监督了 监督 虽然年轻 很有功用的牧师 你可以不要跟他做朋友 我说当然可以 回去立刻联络 立刻吃饭 立刻相见恨晚 立刻成为好朋友 后来他来到安德海的时候 刚好我人在那特会 就请他来到我家 我就老远开车去巴萨丁纳 把他们全家接来 吃了饭参加李丁的特会 参加完了回到家里 很快乐 他就跟我讲 光宏弟兄 如果我在主恢复中 地方教会中受尽 我就是你的同工 亲到这个地步 他能在高雄 过没有一个礼拜 回到台湾 过没有一个礼拜 在台北有三位牧师 其中有一位牧师代表打台 光宏弟兄 我们想要有三位牧师 想要来找你交通 我说你怎么认识我 他说就是高雄某某弟兄 来介绍 某某牧师介绍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说欢迎你们 不过三位牧师 要到台北酒会所当时来找我 在我们中间会很惊讶 你知道吗 会说安来 因为大家不习惯 我们的确在这种地方 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接触 但我后来考虑一下 我说你们三位找我 我不敢当 既然是三位 我就来看你们好了 他说那更好更好 他们很认真 记了十大问题 他们想跟我讨论十大问题 都是关键大问题 又是奉献问题 又是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简单说 十大问题洋洋沙沙 fax过来 当时fax的实弹 我也不敢随便制作 只要是打 我还打电话给一两位 我认为可信托的老练同工 问说这些问题 你觉得怎么答 我比较没有把握的 简单说 我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找他 一谈三个小时 真是一句话 我永远记得那位主任牧师 他的回应里面几句话 永远说 哎呀我们听得很安慰 安慰的点就是他们也这么做 有的人说我们听了很佩服 佩服就是他们还没做到 我们听了很鼓励 类似这几个反应 那最后我永远记得 我们最后才交换名片 那交换名片的时候 他就来一句 因为我说我们中间 他也不知道 我们不成牧师 我们因为圣经理 是怎么做的 我们就怎么做等等 他说他拿出来的 他是主任牧师 我永远忘记 他说对不起啊 我还有头衔啊 头衔啊对不起 我说 弟兄啊千万不要这样说 我们所说的这个真理 不是要来定罪别人 我们是看见多少 我们学习做多少 我们绝不是要怪罪别人 所以请你绝对不要介意 然后特别讲到这个奉献 我们就合手所做的 右手不知道 他是王佩斯 因为他们有各种做法 就成为好朋友 你知道吗 他就是那个说 我从高中时代 就读书房和书 他们是异端 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端了 后来变成我们 就是跟我们站在一起 最近不是有什么联导会 晚上24小时 他们常常都做 我又被我们前面 我们的弟兄们 推去做代表 跟他们去开会 我这开会 我又感动到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一位 就是这位牧师 后来还有另外一位牧师 专门学我们导读 这位也是 结果呢 有一次我在火车上 我和一位 我们中间的艺人 我很想请他到台湾 到东马来传福音 叫《笑容》 你们知道吗 以前演电影叫《报告班长》 那么有歌很有名叫 《拜访春天》 《拜访春天》 很有意思 他把这个答案传福音很好 《拜访春天》 那首歌的歌词 到末了就是没有春天 真正的春天 就是主耶稣 哇 他的传福音啊 那是拿好的 他是非常好一个弟兄 那一次他就跟我到台南传福音 在路上刚好遇到两位 双刀胎艺人 我一讲你们会知道的 不要讲他了 双刀胎艺人刚好 因为他们都熟嘛 一下子我们就聚在一起 那双刀胎艺人 很有名在台湾 而且很爱主 就在刚刚我说的 这位牧师那里聚会 他就跟我谈得很开心 他说你知道吗 我的岳母最近生病了 大概也是重病了 我这个牧师 这个主任牧师就帮助我 他说你每次 每次见岳母 每天找她 就是做一件事就好 但我们听说为她祷告 怎样 他说不是 你拿一节圣经 和她祷读 我听我是主啊 惭愧惭愧 我看望人还没有这样敢做 他说哪一节祷读 祷读啊 祷祷读读主的话 就会分辞生命给他 我一听不得了 那最近我刚刚说 24小时联导会 就他们国家 为国家祷告 在台湾 无论怎样能这样做 总比不做好吧 他们呢 这样做心愿是那个 所以我们去和他们呢 站在一起 我就被代表 代表的时候 哇 讲到晚上那个时间最难了 就半夜啊 十二点 还几点 十点都不能有声音了嘛 到早上五点了 这个时间怎么办 这个时间啊 就他主持 我主持 导读 导读六张宣经 每一个小时导读一张 而且网络上传播 然后他加一句 他说观众弟兄啊 这个应该你们照会来领才对啊 我说对不起 这个本事我还做不到 六个小时导读六张 兄弟妹 我这样说给你听啊 今天我好像脱稿演出一样 那我要让你刺激刺激啊 人家这样谦卑 我们还要骄傲吗 人家这样学习 我们还要定罪吗 我说实在 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 虽然有好多地方 他们其他的实行 很多我不习惯 特别在我上场之前 哇 他们唱歌的 那个唱法 那么 这个还有 介绍我的时候 照会的 台北照会的长老 这等到字幕打出来变成李光红牧师 这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们就怕弟兄姊妹 有的人就看到了 报纸第二天就登出来啊 但是无论怎样 美名恶名都来吧 我知道 您懂吗 就有少数圣族 还有什么水流之音啊 有没有最近这个事啊 我就可以告诉你 这都是用各样的智慧 把主的话传出去 这也是李庸讲的各界福音 但过程中啊 很多不能都解释清楚 但是我要告诉你内涵 人家那五个小时半夜祷告啊 他们就要为国家祷告嘛 就祷读耶 祷读五章圣经 哇 我看了 我说主啊 如果主的恢复 把祷读啊 慢慢当作附属品 当作啊 这个你懂吗 说法 我们祷读一下 根本没有真正认真的话 我们亏欠主啊 我好像另外演出啊 不知不知道什么 脱稿演出啊 但是我是真的很有感觉啊 希望大家还能够得着一些的鼓励 好 所以啊 我就把它读完吧 借着这样属灵的诊断 他受了教育 分辨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工作等等 好 所以我要说啊 在台湾好多的团体 他们是很认真 他们特别羡慕我们 好多的事情 人人尽功用 特别对于生言啊 人人说话这事啊 他们简直是 足血则盖 我说 叹为观止啊 就觉得 怎么能做得到 哎呀 足血则盖 我们要珍惜 但是我们要问 我生言的怎么样 就生言的很怎么样 又怎么样 人数不佳 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全面平衡啊 永远没有满足的一天 我想我们满足 就是当主回来的时候 来一句 好 我的慰勇相弟兄啊 那时候才说 哇 放心了 否则的话 我们都还要警醒祷告 好 第五小弟说 那些亲近神的基督徒 当你一亲近他 就叫你感觉到神 不是叫你觉得 他是何等的温柔 有时候啊 我们深厳是 直接欣赏他的美德 他好温柔啊 他好谦卑啊 他说啊 我是 是何等温柔 何等谦卑 那是照你感觉到神 这是保罗的话 不要让人发现 你在温柔里 你在谦卑里 他说要让人发现 你在基督里 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心香之气 愿你吸引我 然后呢 我们就快保 跟随你 有时候不小心的 愿你吸引我 大家就快保 跟随我 对不对啊 我就啊 越主带逃了 我就啊 偷窃神的荣耀 这个不知不觉 我们就危险了 所以在这里说 不是叫你觉得 他是何等温柔 谦卑 乃是叫你觉得 还有神 什么时候 我去见一见 何寿恩教室 和他谈一谈 读几节经节 就叫我知道 自己还是不够的 我每次见他 都觉得 那一点特别的地方 神在那里 哦 所以啊 你常用那个词 愿主的同在与你同去 这同在 就是主的灭光 你一亲近他 就觉得神 他有亮光 他受神亮光的支配 所以你一亲近他 他的光 就定你的罪 他不必讲话定罪 他活在那里 就是你的定罪 我承认有很多前面基凶 当你亲近他们的时候 他不说重话 他所活出的 就叫你很重的感觉 我要被调整 阿们吧 前面就也说嘛 有的人坐在 何寿恩教室面前 特别姊妹们 坐在前面姊妹面前 因为他穿着啊 比较 比较怎么讲呢 比较模等一点 对不对啊 在他面前的时候 一坐 就一直拼命拉裙子 一直拉 就觉得 遮盖不够啊 觉得很蒙光照 到别处都很 都很自在啊 在他面前就不自在 原因就是在那里有神 神就是光 有的人是嘴巴碎碎念 但是呢 有的人是活出一种的榜样 好 第六小点 何寿恩教室过世以后 他有留下的一本圣经送给我 其中有一处写着说 你看一几多好吗 神啊 求你给我一个彻底的 没有限制的自己的行事 这是何等的生呢 就是求主给我们呢 有一个看见 连李丁都说 要看见己的印象 己要看见一个印象 看自己彻底的 没有限制的自己的行事 我想这个句话 李丁会pick up 会拿起来 李丁深刻的印象 所以李丁有好多信息啊 对于己的讲法 他深入到地步啊 叫你很难忘怀 他说人唯一的罪 人啊 在人看来 有千百个罪 你嫉妒啊 你纷争啊 你啊 你啊 这个什么 你这个脾气啊 什么各种 你啊 各种各种的罪 你可以算很多 但是呢 其实总共只有一个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他是为了己 所有美德 所有美德 比方说你谦卑 你忍耐 你公义 你温柔 只有一个特点 叫做脱离己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信息 那信息我最喜欢了 所有的美德都是脱离己 所有的罪都可以发现己 什么叫嫉妒 受不了别人比自己强 什么叫谦卑 反过来 不看自己的长处 就谦卑 什么叫忍耐 就是不理自己的难过 就忍耐 否认己就是美德 什么叫嫉妒 什么叫争敬 就是受不了别人比自己强 什么叫做 这个 我以前背很多 我现在一下子肩累了 昨天呢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所有的罪 你能找得到 都是 己在里面 所有的美德 都是因为脱离己 所以这个己的意向 这个祷告 我想在尼庸身上 深深的烙印在他里面 所以我们应当有胆量 敢被神将他的光照亮我们 将我们的自己的真相 启示给我们看 我们没有法子认识自己 除非神的光照才可以 我们自己的估价是靠不住的 我最喜欢底下这个 这也是他的 那本圣经里 很重要的一个点 被尼庸发现的 大量的宝贝 一起读 我爱何寿恩教室 他真是一个 尽心尽性 尽力爱主的人 他时候有一本圣经 对于这一节 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爱主你的神 他披着以下的话 说什么 主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有这样一个命令 再一起说一遍 他说什么呢 主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有这样一个命令 想想看 主竟然命令我们 这是头一条的命令 命令我们要全心全魂 全力量全心思 也就是全人总动员 灵魂体总动员 爱主我们的神 那其次爱人如己 对不对呢 他说主啊感谢你 因为你有这样的命令 没有一个宗教 命令你这样 只有主说 你要全心全魂 爱我 爱我的结果呢 你就得着我的供应 结果你就成为翻版 你就成为爱的全员 许多时候我们看见神有太多的命令 就不免难受 但是你当说主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还有这么一个命令 你有这个命令 命令我们爱你 兄姊妹 你不觉得很好吗 我们把第八点稍微看一下 我们就今天差不多了 那么和尚恩教室有一次觉得神的旨意要他 这个很精彩 有一次觉得神的旨意要加预备十几间房子 专门来接待信徒用的 好像是一个公寓性质的 他就为这事祷告 诶 他主有引导 他就祷告 一祷告 主就垂丁 顶稀奇的 神就叫附近一所工业学校停办 将这个学校租给他 事就这样成了 奇妙吧 精彩还在后头 然后呢 过了四年 所以你看 他除了照顾这六十六个小孩以外 他是常常接待人的 他工作不是到处去找市场 是人知道有货来买货 他一定接待他们 在这里 过了四年 那个学校又要开办了 哎呀 这个麻烦了 那么尼弟兄的父亲 还是跟那个学校董事会的董事之一 你看很写实吧 所以尼兄才有消息 所以尼兄一得到 这个消息 确实的消息之后 马上特别去求见 去看何少事 问他说 你知不知道有这个消息 这个学校重办了 要开办了 这时候你看 我真是佩服到 我以前没注意到这一段 你就何少人教师怎么反应 如果是我 真的 怎么说的 我问详细 赶快想起对策 他说什么 他说 我已经得着他们的通知了 定归秋天要开学 而且从美国已经请了两位工程师 他们都已经动身了 按他们看 按他们看 事在必行 那尼兄听得更急了 尼兄就问他 那搬不搬啊 他说 不搬 很妙吧 问他说 问他说 问他说什么 祷告了没有 你有没有祷告啊 他说什么 没有 这事啊 你祷告也不必祷告 公立你想得到吗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交通 没有我没祷告 连祷告这种事 也不必祷告 旁边有个年轻的信徒就说了 他说 恐怕这次合教师 你要受撒旦的欺骗 怎么可以不祷告 你看我们讲不祷告 这还得了 你看 他说 你看他一天 说sorry I'm sorry 他还有把握 他说 你慢慢说 等着看 等等看 尼弟兄 问他 怎么这么有把握啊 他的话 我看得几乎掉泪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信心 他说什么 他说 他说 神不会拿我们开心啊 神不会拿我们开心 神要我办一个公寓 我就办了 神没有命令我停 难道 他要把我拧出去啊 难道他要把我们拧出去吗 他叫我办 我办了 他没叫我停 停 来个公寓 我不能停啊 所以连祷告都不用祷告 人这么放心 所以观众的保罗说 一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事祷告 人家还祷告 这里连祷告公寓都不必 他已经祷告过了 他已经清楚了 我到这里 我就说 主啊 公寓甚远 我遥不可及啊 主啊 让我更谦卑吧 他懂得主的性情啊 你再去祷告 你能唠叨主啊 主说你不认识我啊 我跟你依靠几十年了 你还问这种问题啊 不必问 你看 他就替我当 我根本不必问啊 主要我做的 他没有叫我停 不必停 连祷告都不许祷告 我跟他一样 我就他的代表 你看 厉害吧 所以我们都不要以为 我们已经有了 得着了 我们还在学习过程里啊 好 于是 他就安安静静的 也不紧张 一无挂虑 安安静静的上山去 好像没有这回事 快到下山的时候 不知道去了多久了 可能几天 对方忽然间一封信给他说 学校不开了 还是请他继续把房子租下去 因为原来他们突然间 有了非常的变动 因为某种缘故 破产啊 不好意思啊 人家破产 我们喊哈利路亚 因为是赵主的旨意破产 哇 我读到这里 我真的是感动耶 弟兄姊妹 这就是我们前面姊妹的种子啊 怪不得你就是说 我跑遍全欧洲 我也知道谁是有名的 知名的 我去看了 看一看之后 高下立派 知道地上没有人 像何首能教师 所以他写的诗歌 怪不得二三十首 英文诗歌没有人选 只有主恢复 把他都留下来 原因就是 没有这个能耐 领会这些话 主选这干 所以我们要更要庆幸 但是更有责任 我们耳朵是有福的 眼睛是有福的 看见听见 但是我们的肩膀是有责任的 我们要实话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底下这话 就是高招的话 我们若认识一个人的脾气啊 我们就可以预料他的举止啊 同样我们若认识我们的神 就必知道某件事 他要怎么做 认识神的法则 认识神的性情啊 我承认 这我读了以后 大蒙光照 披马蒙灰 愿主祝福我们 以死为敬 以人为敬 真的很棒 今天啊 看起来我是好像脱稿演出很多 但是我想都是由衷的话 都是我很感动的话 愿主祝福我们 这些话让我们得益处 两位两位再有一天祷告 Amen